设置组继续在咸阳境内的拍摄 咸阳不仅是秦朝的古都 也是拥有地灵最多的一座城市 共有27座地灵 埋葬着28位皇帝 王侯将相皇亲国戚的墓葬500座左右 唐太宗昭陵是唐朝第二代皇帝李世民 与文德皇后长孙式的合葬陵墓 是陕西关中唐石邦陵中规模最大的一座 位于陕西李泉县城西北的九宗山上 我们在昭陵博物馆李馆长的带领下前往昭陵 他当时为什么要选择把自己的陵设在这个地方 有什么讲究 这里面是有意思的 因为这个地方他曾经来过 他说我看这九宗山孤松回绝 一边旁一座可持三陵 正是有陵人 那个孤属要从南边看 所以这个山子从不同的方向 是不同的形状 那您能跟我们说说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方向 这次从在他的背后 它像个卧虎 我们可以看到虎头在左上角 虎在前头那个膝盖 虎在后腿虎在一把 所以当地人把这个地方叫藏龙卧虎 我们眼前的这座山叫九宗山 海拔为1220米 它的周围均匀的分布着九道山梁 把它高高抬举 古代把小的山梁称为宗 因而得名九宗山 九宗山山势突兀 风轮挺拔 沟河纵横 四季风景各异 昭陵位于九宗山上 陵园占地30万亩 有190多座陪葬墓 在这儿没有 昭陵是唐代帝王陵墓 阴三为陵的开始 它首开阴三为陵的制度 汉代你看有个霸凌 它是阴三为陵 那是偶然的 而到超陵的后 它形成制度 从我开始 所有的皇帝死了以后 就一个阴着一个山飘进去 所以十八陵里边有14座都是阴三为陵 它为什么会阴三为陵 一个是三能显示人的气势 第二 因为它可以节俭 李世民开创了一山为陵的先例 唐代有关中十八陵 后来有14位皇帝 都是传承古训 一山建陵 唐太宗李世民是唐朝第二位皇帝 在唐朝建立 于统一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 又被后人称为天克汗 后人敬仰李世民的文韬武略 前来祭拜 其中祭陵最多的皇帝是康熙 他曾经先后来过九次 这个我们现在只能看到一个熙 但是底下是42年 第一个这个字 熙 康熙的熙 而且它是满汉文 所以我们首先说它是清代的碑 右边是汉字 左边是满 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推测 它是康熙42年 通过这一个字就是康熙42年 人为皇帝里边的戴西子的 还要42年自由康熙 他们都以唐太宗为楷模 向台湖太宗学习 学习他的文之无故 李世民为帝之后 虚心大剑 力行解约 使百姓能够修养生息 国泰民安 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真冠之志 在战争年代 马是最好的逮捕工具 李世民属马 也喜爱马 在其生前 并以深爱的六匹战马为原型 绘制成浮雕 立于昭林 这边看到的就是昭林六计了 东边的三个马 这是东面的三个马 一边是三个 东边三个 西边三个 在西面还有三个 而且它的方向不一样 东边的马头是朝右的 唐太太为什么要把带剑 受伤或者牺牲的马 要放在昭林的背后呢 它的最高的追求是什么 那就叫和平 为什么呢 谁让自己心爱的宝马 让敌人的剑射死 这是一种伤痛 如果没有伤痛 那就是没有战争 更主要的是 六郡牺牲了 国家统一了 如果国家没有统一 他们肯定是死无掌身之地 昭林六郡是在公元618 到六阿尔这五年间 唐太宗李世民所骑过的 陪他一起南征北战的六匹战马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复制品 由于没能拍到原件 李馆长给我们提供了六郡的图片 六郡中的萨鹿子和全毛瓜两郡 于1913年6月被盗卖到了美国 后来馆仓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 另外四间 馆仓于西安卑林博物馆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特勤标 很多游客说这个马好像站不住 实际上人家就不是站的 这个是行走的状态 行走状态的马 为什么会有人对它提出意义呢 因为它是一侧的腿同时抬起 同时落下 这个就叫对侧步 我明白了 看这个地方 右边的两条腿是着地的 左边的两条腿是同时抬起来的 对对对 这要按照人们的行走习惯 那不就叫做同手同脚吗 对对对 我手这只手跟这只脚一直走 就这么走 这么走的一匹马是吧 就是 这个是马生出来不这样走 马生出来是交叉步 这个叫训练有数 为什么要给它训练成这样的一种行走方式 因为这样的步伐走起来很平稳 所以它献给皇上 献给这个重要的人物 所以我在宋代的北马图中看到了这种虚马图 第一个两匹马 一个人牵着马六 那个马的同一头腿用一个猪肝一把 同一头腿用一个猪肝一把 然后他那个人 另一个人骑到马身上了 但是那个猪肝还没有紧 说明那个马子中级之潮 我们这个特性要应该是高级之潮 不用猪肝走的就是对策法 李世民爱马 并亲自为他的战马起名 昭灵六郡的名字分别为 琴锥 石阀赤 萨鹿子 白体乌 全毛瓜 和特琴标 李官长说 六郡并不是中原本地马 根据他们的名字推测 大多是西语或者突厥马 像萨鹿子中的萨鹿一词 来运于突厥语 其含义应该是永进者的紫色骏马 这个萨鹿兹 是昭灵六郡中唯一有一个人物形象的 还真是 不一样 所以他就 这就相当于一个中层 这相当于士兵 你看 这个人叫丘行公 有些人因为这马是 这是唐太宗骑过的 叫萨鹿兹 当年唐太宗骑着这匹马 和邱行公一赢 十个人 在荷兰的洛阳和王室总作战 唐太宗为了探听敌人的虚实 他是一马当心 跑在这前面 从敌人的阵容的前面 冲到敌人阵容的后边 逼一条河流给荡住了 河流荡住以后 敌人转扑过来 马中箭了 马中箭了以后 速度减慢了 邱行公赶到了 邱行公把他的马上给李世民 然后再用自己的骨气 把敌人打退 再给马拔减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邱行公 一个手轻轻地扶在马的胸前 另一个手轻轻地握肩 再看他的脚后跟 还没有着地 这就是一个瞬间 招林六郡 采用概括性的瞬间表情 和形体动作 把马的勇往直前 视似如归 表现得单纯 而富于美感 六郡中的每一匹马的背后 都有陪伴李世民 征战沙场的故事 六匹战马 题材巧妙而含蓄 属于浮雕中的精品 十分符合林牧的整体风格 给后人留下无尽的遐想 和深深的怀念